非常的漂亮 然后因为它的光临 使得增加我们这个优良剧本奖的 就是更加受到媒体的重视 以及就是真摄很多 那谢谢 谢谢杨基奖你邀请我来 当然因为其实优良剧本奖 其实最重要是这些新的剧本的 这些文字创作者 他们能够提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然后经过一些专家像这个余导演 他们这些挑选之后 在266个参赛作品 今天有入围36个入围的作品 那今天我们会进一步的颁奖 那事实上过去有好多的这些 出自于我们的优良剧本 后来变成很好 以及大家很知名的这些电影 像是李安导演的《推手喜宴》等等 那最近的像是魏德胜导演的 赛格德克芭莱 那去年其实得到那个 优良的剧本家作的像是 那个《九把刀》的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还有翻滚吧阿信 那其实都后来变成票房夹击 有的甚至还变成这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这个华语片 所以事实上这一些就是文字创作者 他们将来的都可能会变成下一个金马奖 或者是更高的国际影展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成就 那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像林正胜 那个正芬芬等人 他们都是从这样子一个这个奖项出身 现在变成国际知名的导演或者是编剧 所以我们这个奖项其实一直就是在发掘更多的 这些电影剧本的这些文字创作者 那希望能够使整个电影的题材更加的活泼 以及能够活络整个电影的产业 剧本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写 写到现在过了十几年还没有写出结尾 那我一直在因为人生经验不断累积 那结尾很难下 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些写剧本的人 他能够把主人翁的生死写在他的那个像状子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 那我自己会加油 那今年很开心有三部电影 会在今年在院线上面跟各位观众见面 那也非常开心再跟局长第二次来这边颁奖 那希望这一次今年颁的奖 明年都可以在金马奖或者国际影展上面大放一场 其实我跟申豪的 应该算是我跟申豪第一次合作电影 对不对 那电视剧合作过 在第一次合作的电影 在今年的9月28号即将上映 然后我们的导演蔡寅娟导演 这一次的剧本呢也有入围 所以真的很希望她今天可以得奖 那就要提到一下感情 就是因为今天有提到感情的部分 是 那她说你对男朋友有没有了解 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部分 今天我是她的老公 所以有事情问我 问我们一些电影的事情 恭喜陈一游名其论的狗狗第一 得到了我们的佳作剧本奖 首先我要跟在场说的编剧之境 因为真的学了编剧之后才发现 诶 大家会规定每一组讲30秒 30秒 一人15秒 你看我的忌妒心有多强 好久没有了 请讲 请讲 因为真的开始学编剧之后发现 编剧是一个很难的工作 那以前年轻不懂事 就是看到不好的戏或怎么样 都说什么烂编剧啊 可是现在发现就是 现在发现就是 编剧真的很伟大 所以我把接下来 所有的20秒时间都留给你们 谢谢 身为一个编剧 我常常觉得 我比如 我其实是一个养小鬼的人 然后只要我的剧本没有写出来 其实我的身旁就跟着一群纠缠 不放的小鬼 然后今天看到非常多的跟我一样的 养小鬼的人在现场 然后觉得这世上 彼此是一场超度大会 然后我也希望 也有跟我的小孩 可以很快的投胎 然后当然也很祝福 希望大家的小孩 一起赶快诞生出来 谢谢大家